从来没看过刘云平这么气场 其实是因为这件事我太鼓气了 是不是一火石都落地了啊 对对对 到现在我给您和我身上打电话 我就得站起来 谁不是啊 等于社家教有多严格 约云鹏一句谁不是 直接说出所有弟子的心声 在大家的印象里 站着接电话应该是影视作品中独有的场面 没想到现实中真的有 然而这在等于社还不是个例 郭其林接父亲的电话时就全程站着 一脸认真的听父亲说话 知道的是郭其林是在给父亲打电话 不知道的还以为在和某个国家重要领导通话 这也不怪外界一直怀疑负责两人不合 而除了郭其林以外 也有人爆料张云雷在接到师父的电话后 会立刻起身 直到电话结束才坐下 虽然说这一切郭德纲看不到 但对于每个弟子来说都是要遵守的 因为师兄弟们就是这么做的 当然也并非郭德纲刻意教导 而是他对自己的父亲和师父就是这么做的 不管是演出还是参加活动 只要郭德纲提及自己的师父侯耀文和经文声 都会是一种战力的姿态 在带着对方的时候也会用贪代替他 以示对长辈的尊敬 再看郭其林和郭德纲的相处方式 只要有郭德纲在的地方 郭其林基本都是站在身后 除非是一起走着聊天 郭其林才会选择坐下 也因为太过重规矩 郭其林和父亲相处时 总透露着一种生疏感